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说你们想要比较自然的那种效果的话就可以割成那种扇形 因为大多数人的双眼皮亚洲人的双眼皮都是扇形的会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第三个问题是多久可以化妆 像我自己的话是20天之后我就不化眼睛 如果化眼妆的话才可能会形成一个色素沉淀的问题 还有就是对你的伤疤的恢复都不太好的 第四个问题割完之后要忌口吗 然后忌口不能吃什么呢 当然是要忌口的 而且你的忌口的程度跟你的到时候双眼皮疤痕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 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忌口忌的好的话 你可能双眼皮会恢复的比较好 忌口不可以吃什么呢 我前期是酱油一滴都不吃 然后葱姜蒜这些有刺激性的食物还有辣椒之类的 我大概有三个月左右我都完全不吃的 我从第四个月开始才开始吃辣椒的 然后像发物鱼啊虾啊牛羊肉这些 也一直是前三个月都没有吃 比较深色的那些东西我也是尽量避免吃 就会吃的比较清淡 然后鸡蛋是可以吃的 我当时刚割完双眼皮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 我就是在吃鸡蛋 鸡蛋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可以吃 然后第五个问题 整形医院和三甲医院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 我自己的经验是 当然是三甲医院比较好 因为整形医院毕竟我是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不太整个 而且它有一个无法就是保证的性质 就是有可能它今天还开着明天你就不知道它去哪里了 然后但是正规的三甲医院 它有一个它是一直在那里嘛 它跑得掉 就是你到时候如果 就是说万一你出现了问题 你是完全可以去找它 然后你不害怕一个 后面的一个就是恢复期的一些事项的一些处理 但是整形医院就可能是你之前就接待 你会接待的非常好 然后跟你说的也特别好 但是到后期医生只要一旦做完手术之后 可能你再有一些诉求 他们可能就会没有这么积极的响应 还有就是一个医生的姿质的问题 如果说你认识三甲医院的好的医生 绝对要去三甲医院割 如果说你还认识就是在整形医院 然后但是这个医生给你朋友啊 或者他们其他人你割完 你有看到那种它割的比较好的案例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它 如果说你对这方面特别有 就是你对它特别靠谱 然后你也有它的这些案例看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找它割 但是如果说你完全就是不了解 你也不知道 然后也不知道哪一家到底割的好 然后我建议你是去整个医院割 而今天这些案例看过去了 如果你强调让我将一个旁边 眼皮这件事已经是 不管是什么 整容手术 或者整形手术 美的都是自己 那你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呢 别人说一万句 也不可能为你有什么 真正的 真正会对你自身 会起到什么效果 你也不会因为他说一句 哇你不好看 你就变丑了 或者说他说一句 哇你美的好假 哇你就真的是美的假了 脸长在你身上 你会去给更多的人看 然后你自己 首先是给你自己 有一个交代 你自己觉得 对你自己满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是为了别人 我才去做这个手术 或者是为了别人的想法 我才去 去做一些 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 你初衷就已经没有必要 再去做这个手术 所以说 尤其是说害怕以后 男朋友介意的 我觉得你男朋友 如果连这个问题 都来介意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要介意介意他呢 对吧 所以说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只要把自己编的更好 这才是你 所要追求的一个目的 对吧 第八就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万一别人看出来怎么办 别人看出来你就承认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掩盖 因为往往 他们所说的 有些人所讨厌的是那种 就是明明看出来 你已经做了 然后你自己还要不承认 然后还要说 我没有做 所以他们讨厌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因为你做了 然后他才会去讨厌 你做的这个事实 所以说我觉得没什么 你看我都在录视频 告诉你们 大大方方承认啊 因为你毕竟有 就是路过街有痕迹嘛 你不可能 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第九是 开不开眼角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建议是 虽然说开眼角留疤 然后恢复期比较长 但是有些眼睛的形状 如果不开眼角 你割完的形状 可能是真的没有那么完美 所以说有些医生的话 可能他也并不是所有医生 都是为了赚钱 然后想多加一点钱 然后才会建议你去开眼角 所以说还是要看 自己眼睛条件的情况 我当时是没有开 是因为我本来的眼头 这里就已经是打开到 所以医生就没有让我开 如果说你的眼头 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是去开一下 因为它这样子的话 就是包住了 你要把它要打开 所以就开眼角来判断 你就是一个是 你的眼睛距离 有没有很近 如果说你眼睛距离比较远 就是两个眼睛距离 比较开的话 那你开眼角效果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眼睛距离 像我这样已经比较近了 但如果再开的话 它可能会太近 然后会对在这里的话 就会显得很奇怪 那你就不要开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八克什么时候可以涂 八克呢 首先我说一下 我的八克不是从网上买的 我是在医院 医生给我开的 然后我没有开眼角 所以医生没有给我开美皮 我是开了一个八克 八克是你拆完线之后 就可以涂八克了 然后八克坚持要涂 就是按照理来说是你一直涂 就早晚都要涂 然后洗了脸之后去涂它 然后涂到就是说 直到那一管 全部都涂完 但是我根本就是 我还剩三分之二没有涂 就是因为每天都涂 好像就是坚持不下来这种 所以说我就没有涂 所以我的 就是遍眼的痕迹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还是 还是有的 嗯 但这样子的话 就会看的不是很明显 但其实还是有的 那你们要坚持涂的话 可能就 八克会比较 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明显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关于方眼皮 做最后一个视频 那应该要说的问题 都说个差不多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还是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单独回复你们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多多 就是留言弹幕 然后呢 支持我 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一段微博 然后那里我会分享 一些我平常的 爱用的小物啊 或者是新购物的购物分享 或者是我会来 PO一些 就是我 视频更新的日期之类的 所以说 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哦 不要忘记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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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